好 姚明你刚刚讲 因为郑文财的关系 反正他就是蓝绿 尤其是这些地方派系 他都语入军瞻 那当然这个 所以像罗志强也好 或是陈学胜这样的人选 是一个从外地来的 他们最担心 基层最担心是什么 如果给你选上了 那会不会我们的这些资源就没了 所以他们最在乎的是 要选的人 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承诺 不管谁选上 我的资源照哪 所以这才是地方基层的利益 他们在意的这个关键 那罗志强一个空降之之 然后到了地方 然后很多人就想说 这个家伙是来干嘛 而且他不跟你 他不跟地方拨拨的嘛 所以会变成说 他们就会觉得 不行这个人就是来 把我们的资源夺走 侵略或说掠夺 所以会有地方的基层的装脚 会有这样的思维 他们是这种 这种思维不分蓝绿 所以你会发现 连国民党的议员 也没几个敢出来挺 对 罗志强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朱学恒上星期五 在节目上提到 他就说 其实不管你国民党 最后派谁出来 你最后可能都是在跟检调选 这是肯定的啊 肯定的嘛 对不对 那地方派系不就开始挫了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我没有要 针对哪一位委员 或者是什么针对哪一位 第一个就是 不管是桃源的议长 他在地方的风评 大家都知道 他连任非常多届的议员 他在地方也有他的事业 那你说 如果今天民进党 要找他麻烦 会找不到吗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说 他为什么不敢选桃源市长 后来决定不选的原因 好 那如果今天以他这个 最近讲吕玉玲委员 好 吕玉玲委员的先生 他是曾经入狱啊 曾经有过案子 而且那个案子是什么 恐吓建商啊 虽然说判的不是很重啦 大概是好像不到一年 可是呢 是有钱科 是会被拿来打的 像这样的案子太多了 在地方 我讲在台北可能这个 从政的这个政治人物 比如说宏廷啊 像方伦他们就会非常谨慎 如果今天我有一些什么 钱科啊什么的 基本上就不会敢在台北选 通常因为台北这个检验 是非常的 媒体的密度很高 要被检验的那个强度 不是很强的 可在桃园不是 桃园非常多的这种地方 我曾经说过嘛 在我的巴德故乡 我们选出了一个 前十大枪级要犯 他更生人啊 他选 他原本是落选头 但因为有议员当选无效 他递不上 他是现任的议员 所以我也不用讲是谁 但是因为这个大家 他事业新闻都有报导过 所以我说在桃园这个地方 有很多台北政坛难以想象的 那个叫 那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在台北市民没有办法接受 在桃园市民有没有办法接受 现在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刚讲到 如果那一群所谓新近的 这些住民 发现了桃园 比如说像这次美孚 那个仓储20多天的大火 然后那个气味让那些 你知道他们飘散到 你知道他那个桃园最贵的 地价最贵的叫一文特区 那边的居民都闻得到哦 那这群人他这一次 会不会出来投票 这群人如果出来投票 多个10%的选票 会不会就改变了地方的政坛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说蓝绿都不要 一直用所谓的盘啊 基本盘啊装脚啊 传统思维 对这是传统思维 但是你看哦 只要到了比如说 今天谁的民调高的时候 突然来一个来一季 我们讲这个检调的这种 查办 对 好如果今天是这三个现任立委 谁跟地方的这个利益 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谁敢保证 谁敢保证 真的没有人敢保证 甚至你比如说 我讲鲁明泽 鲁明泽如果今天绿营要 要安一个罪名给你不难啊 你中立 他曾经当过中立市长 就弄一个什么中立的什么弊案 不一定要真的啊 现在这个台湾这个社会 对我只要假装你有案就好了 你看 假搜索 林芝妙的事情还在眼前耶 没错 还在持续耶 没错啊 现在进行事 所以啊我只要把你安一个 你被剪掉搜索 被弄得好像了不起 我讲你的这个选举的那个难度就很高 真的 对所以今天你不只是 我讲国民党不只是是在野的这个状态 在野本身你的资源相对少 第二个你的国家机器要对付你的时候更容易 然后第三个第三势力也虎视眈眈在桃园 所以你必须要想到你团结都不一定赢 更何况不团结 好那呃 我们来看到呢其实这个周末的话题呢 当然还有在这个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身上哦 因为呢他在会议上呢开骂中平委 他同时也是赖湘林委员办公室主任 好那当然骂的不好听了 那柯P道歉了在脸书也好还有他打电话 亲自跟赖委员道歉 呃但是我比较聚焦的就是说 在这一次的是这个苗栗县党部的初选争议哦 因为经过民众党内的中平会调查 而且呢一五一十把细节写得非常的清楚 他们认为这个主委似乎是一手遮天 调调没有背景的人 那报告呢其实点出了蛮多的瑕疵 那症结所在他们觉得说柯文哲好像不处理 感觉起来呢是不是摆明要向地方势力 靠拢在这边呢我先跟这个赖委员说声辛苦了 那么同时呢 看到这个其实会让我想到要滚绑就发生这种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现在是怎样 蓝白是完全都已经被地方绑架了是不是 我先讲这个主席说话这部分 我想宏廷议员也在了 就是说大家对他用语有时候真的是比较直接就出口 这个我想大家是知道 那只是说这个事件本身是在谈一个初选的调查 情况有没有说地方的这个主委啊 或地方初选呢真的有瑕疵啦有不公啊等等的 那至于说这个每个地方党部我们的做法 虽然是大致性差不多的程序 但是每个地方也有自己的这个作业模式 有些可能不需要到民调 有些直接开选评会议评分 那有些还开公开的证件说明嘛 因为是选议员跟代表跟里长人数很多 所以我们自己在定这个各地方党部 初选的游戏规则的时候 大家会比照说你们新竹怎么样 桃园怎么样苗栗怎么样 那所以这个案件呢比较是说有这个 当时有议员参与的一位这个林姓我们的党员 他也觉得他很优 然后他想要报名这个议员的这个参选 那就是说在那个时间已经是去年的11月 10月左右的事情 那后来就是主委的做法里面让他觉得很不公平 比如说他希望可以民调但是并没有做到 然后他觉得评分的过程好像没有很透明 然后让他觉得他的分数或他的这个最后没有上获得提名 是有一个一首遮天的意思 那他的检举来当然就是到中央这个选决会 我们有自己的选决会 然后呢也是党的组织部跟党的秘书处要承接申诉之后 调查再回复他嘛 那后来就是这个地方miss掉了 就是受案里之后呢好像就没有做得很完整 也没有恢复他就悬在那里 可是秘书处自己觉得好像说他已经征询这个地方的主委 然后请主委呢继续去做协助 就变成是两个 一个我们过去讲说如果我申诉 我要回复当事人 第二次我得到申诉之后呢我有交办 但是交办呢好像跟原来的这个目的之间呢 没有把他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人当然就心里一直不满 一直怨恨这样 那所以才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才交给我们讲的选评会 事实上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选评会做完调查之后 他没地方可以送他一定要送中央委员会嘛 因为他们是我们两个这个机关的这个平行的关联性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两个争议 一个是地方党部没有处理好 初选让人家觉得不公 第二个争议是选评会 中评会跟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一个协调沟通呢 都是在一个没有做得很好的前提之下 发生这么多的风波或者是争议 所以当时会议上主席当然很急啦 他就是心里话就说出口这样 那所以我想我们自己也还在学习跟摸索嘛 特别包括地方初选机制的游戏规则跟 定好之后跟真正有操作之后 是不是这个有能力面对跟处理 那这个是第一层跟大家报告 第二个就是刚刚千惠在问说 是不是都被地方派系说好像一定要靠拢 或一定要接受他们 那我想说这个如果用地方性的派系的话 其实我是陶族苗区的这个协助负责选服 跟这个地方关系的这个处理 那我发现当然就是说民众党吸引到的 比较是年轻一点的 然后也有一点理想派的 但是在地方政治上呢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你能不能选得上呢 又变成是你2022年有没有可能的一个考虑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希望 就是说各地主委包括我自己在新竹 我们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抉择 那除非说这个人的背景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后来就变成说 大家好像在这里会去衡量说 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地方上 他的支持度 以及他有没有办法代表民众党 是在这两个逻辑下面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苗栗这个事情 我想我们很深刻要去检讨 所以这个对象上面的评估 透过你讲的委员来帮忙你评选 就是一个最好的筛选机制 那如果这个层也没有 你主委自己觉得说 这是比较好沟通 还是说他比较有胜算 那都是你个人预测 就没有得到第二层的检验嘛 那我相信这一次就犯了 这个部分的错误了 那柯主席也有要处理吗 现在我们的方式不会是说 再退回去重选 因为你说这个机制上面走到这里 已经剩下刚刚讲几个月 其实在地方上不是这样子 所以各地方上有他们自己 这个选评小组重新在意的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他怎么解决这个争议 当然地方的选评小组如果愿意处理完 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案件 那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说 哇这个人真的是争议很大很大了 那之前前两波也有我们的案件 有人就退党了 有人就退选了 那那个是另外一个决定 但是现在的方式就是说 地方的这个叫选评小组 怎么样把这件事情 做一个合理的解释跟说明 不然的话大家都继续纠结在说 你这个不公 所以整个游戏规则重来 那我觉得我们小党 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 事情正在发生 所以是不是只有 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接受 我觉得我们自己还在想 也许没有到 一定是重新走一遍程序 但是这个错误跟这个决定 还是要有人负责 那委员现在在内乱了 那你担不担心就是支持者的流失 因为很多可能你们原本民众党 吸收到的中间选评 或是这些浅蓝选民 这些人又重新的回流到国民党了 如果说这个以提名 然后提的人不好 最后我们自己面对到是很多人 要觉得民众党跟这个 以前的理念真的落差很大 离开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 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 到目前为止 我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子 反而是我刚刚讲到 因为刚刚阳明分析桃源 我也很深刻的在面对 过去我们很讨厌所谓地方政治 这样的概念 就来自于好像他们关系很绵密 做的事情很多 那我跑地方很 这个一两年后 因为我们服务的时候 我们发现另外一个选民的心态 他不是真这样看事情 他说我的事情他帮我解决好了 然后他好像有一点瑕疵之后呢 我并不会因为他的瑕疵 完全很讨厌他 那因为他有做事情 真的是我在苗栗很深刻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 明代跟选民之间的共和 不要讲共生 因为选民也没有给他好处 但是他帮他解决了很多事情之后 他有一种好像说 这个就是他有帮过我 这是很地方庶民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我刚刚讲说 刚桃园是不是正在经历 这个可能变得更不一样的政治 政治这个叫做这个可能性 就生态政治的生态 选民在这个地方上的角色 有没有进场 在地方上面的就是很清楚 地方关系服务做到位 然后红白铁琴袍 那个是选民进场之后的 给你回馈 在都会是你要去找什么红白铁 你不用去的 然后你在很多的家长会的 这个家长学生 这个家长带孩子下课的时候 在门口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说 你怎么这么这么 很爱选票 这整个完全不一样的选风 所以我说我们自己 从南到北一路提名 有乡镇层次 有都会层次 所以流失的本身 我比较不担心 反正说我们自己理不理解 台湾现在的政治情势上 要的这个新政党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做的提名不好 他是真正 叫完全我们不能够跟他合作 还是我们真的觉得 他跟我们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正在经验这个 那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时间 来面对这件事情 好 关于这次的 这个苗栗县党部的 这个初选争议 我提到说 那柯文哲主席有要处理吗 没有想到这个宏廷议员突然笑出来 为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刚听完赖降临委员的讲完以后 只有两个可惜 可惜林志豪不是罗志强 然后朱立伦会觉得 可惜我不是柯文哲 苗栗的事情听起来 跟国民党的事情 其实差不了多少嘛 不是吗 你看看起来 结果呢 你现在问社会大众 有谁知道柯文哲在骂人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他想要盖牌 不是吗 他在骂中平会 他等于在骂考纪会 那这件事情 如果发生在国民党 如果是朱立伦 朱立伦会变成什么状况 所以我刚刚说两个可惜嘛 第一就是朱立伦因为觉得说 为什么柯文哲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柯文哲没事 然后我变成这个样子 柯文哲说道歉 道歉都道歉 就这样就解决掉了 所以我当然建议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很肯定前会这件事情 我从政委也是这样子 做什么事情都要追根究定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柯文骂人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 他到底为什么骂人 然后他骂人骂的对不对 这一次你看到这件事情 他骂人骂对了吗 他中平会想要处理一个初选争议 结果他觉得骂 就是有点恼羞成怒的感觉 对 结果他居然骂中平会 还叫赖江里委员说你要管好你的人 你要管好中平会 那坦白讲这就我们来看 当然我们没有什么资格讲这句话 但我来讲 毕竟我们不是党中央嘛 你比国民党中央还党中央 还威权嘛 不是吗 你处理的模式不就是这个样子 那对林志豪来讲 林志豪当然觉得很那个啊 为什么我不是罗志强 如果我是罗志强 maybe我就可以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给大家看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很希望 我们最常讲双标 我们真的很希望 民众在看事情的时候 我们追根究底的来看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看国民党的事情 我们抽丝剥茧 所以我们刚才提出制度很重要 同样放到民众党 民众党的制度也很重要 那民众党是不是也要讲出 一个民众党的提名逻辑 这样才公平嘛 而不是就说你看这整件事情 我觉得赖委员也很吃亏啊 因为柯P骂完人以后 这整件事就没了耶 大家只注意柯文哲在骂什么 结果整件事情就没了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态度 对台湾都不好 其实对几个政党 我们看法都一样 追根究底很重要 我补充一下 这个是柯文哲2014年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的话 柯宇录坏消息往上传的速度 决定一个团体的好坏 等一下 亮又按下去 这是柯文哲自己说过的话 那从这个案子里面 你就证明了民众党的这个团体好坏 你知道吗 这个党主席去年11月的检举案 你拖到现在已经4月份了 你看柯文哲自己在会议当中说 如果今天他早点知道 他早就处理了 怎么会这样 而且你去讲什么中平会主委 中平会主委是你党员选出来 是你党主席的伙伴 不是谁家的狗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 只是凸显柯文哲心态 还是一个主席最大的威权的心态 当然民众党现在也挖墙角 像罗志强频频招手说 欢迎加入民众党 因为他是一级战将 甚至在台北市来传出要 强三配 方伦 强三配这个概念 其实之前不是没有人传过 其实传过很久了 重点是因为其实你看 罗志强他在担任议员的时间 他在很多的议题上其实是跟 柯文哲是不断的在呼应的 包含在1218凯道夜宿公投的时候 他还邀请了柯文哲市长 以市长的角色到现场 去参与他的那个强哥直播的TV嘛 然后去聊聊对于公投的一些想法 其实证明了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之前在讨论的时候 甚至有人说 罗志强如果去桃园 说不定也可以让桃园蓝白和 那当然这都是在比较之前的 一些讨论跟说法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罗志强他掌握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对于民进党的执政 是反对票的 不信任票的一个集合体 所以刚刚有说 罗志强可能争取不到 所谓的中间选票 但是当这些中间选票 都开始认知到了讨厌民进党 或者是不要再给民进党 机会的时候 其实这些票可能是会集中的 可能是会在重演 2018的选举的状况 所以我认为罗志强过去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以及他这样的言论 而且长期以来 他其实对民众党 都是比较包容的态度 包含那个时候 我们去全台大众走 走到很多地方的时候 是有民众党的参选人 议员参选人 过来跟强哥合体 为什么 因为觉得很好啊 OK啊 罗志强在批评中央政府 不对的议题的时候 全力以赴啊 而且但是对的时候 他该称赞也称赞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 因为罗志强他的言论 大家会觉得说 往生难靠楼 可是哦 我们去仔细抽丝剥茧之后 就会发现 他其实就是在 剖析一个在野党 一个监督者的角色 要对于中央政府的监督 跟他的力道 在这个方面上面 我相信跟民众党也好 蓝营也好 新党也好 刘志强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综合体 所以在罗志强 他对于所谓的 蓝白河的可能性 我认为 在他身上出现可能性 反而可能比蒋万亨还要大 所以有人说在台北 要什么强山河 或者是怎么样 我认为议题上绝对是有合作的空间跟可能 那退而求其次 我们要讨论到提名跟党派的时候 那就不单单是罗志强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关乎到你柯文哲 你过去怎么给黄珊珊的承诺 或者是朱立伦你要怎么样面对台北市长的这个提名人选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不单单只是说议题上我们的合作 而是提名上要有很多共同的考量 那在这个小时除了民众党立委赖乡林委员会跟我们一起讨论之外 还有时事评论员董志生董哥 大家好 以及张老中办公室主任何启胜启胜哥 请问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因为讲到这一题 就是上个星期这个蔡碧吾委员所抛出来 他向罗志强招手 希望他加入民众党 那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说 这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媒体人逆风的乌鸦 他认为有三重用意 他说民众党很会 罗志强也没咬钩 他说因为蔡碧如会这样讲 就是料准了罗志强不会答应 那既然知道他不答应 为什么要说呢 他说有哪三个政治用意 第一个当然就是分化国民党 其次是石马骨效应 对于罗志强这样对于 这个柯好话不多的蓝营政治人物 民众党都主动求协了 所以让其他有志于政治的人 当然可以更毫无顾忌的加入民众党 第三个意义就是最重要的 罗志强自带风向 你夸奖罗志强也就是示好呢 强粉他的支持者 由于在这一次的事情呢 很多他的支持者觉得 罗志强骤进委屈 那么这个部分对于 扩大民众党的支持版图 会有一定帮助的 董哥 罗志强应该跟林树威喊话 说你赶快来我们国民党 我们国民党我们把你当作博主人 我老实讲这是一个幽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趁机在 在新闻上的趁一下新闻有那个 其实拆壁炉的情况也一样 大家都不必 你就趁个热度而已啦 趁个热度表示我有那个意见 并不是真心 你也知道罗志强不太可能 因为罗志强老板就是马银九 那他一路上受马银九提拔 马银九在过去任何情况 他也不可能离开国民党 那罗志强如果对国民党有任何动作 这样都算到马银九头上 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 所以他们的顾忌 大家也非常清楚 那我讲这个 我在讲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罗志强这一个风波里面 伤最大当然是朱立伦 那我在我们节目也讲过 朱立伦大概是 前台湾最希望 蓝莹把桃园拿回来的人 就是论事 不管你讨厌他或不讨厌他 没有一个主席 我把桃园把他丢掉 那丢掉你根本2024年 你也别想 那他显然有他的想法 他老县长 地方大概也没有人比他熟 现在地方的重要政治人物 过去也都被他提拔过 所以朱立伦有怎么样想法 你这个想法既然已经这么久了 你也跟罗志强讲说 我来帮你协调 可是你后来一直破功 那表示你也 有些事情也协调不成 那你要把这东西讲出来 你自己不要扛 那我觉得把这东西讲出来以后 下来就是要 如同罗志强所讲 第一个你台湾现场要出来 你要用民调的 用协调的 用征兆的 你通通讲清楚 那你最后结果不管是谁 我罗志强都潜意相挺 这个人家讲得很漂亮 好话都讲了啦 那你朱立伦还在那边 找黄建廷放话或怎么样 这对党都是很伤的啦 所以我们罗志强太弱 我们绝不提名他 你怎么知道他太弱 对不对 你说我们地方问了 你们地方问了会准吗 你们地方这些人过去就是扯后腿 你看陈协胜讲的都酸 多么激愤啦 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是 就是在你们跟民进党的 郑文昌根本是一伙了 你们这些所谓的地方 根本就是这种后色嘛 老实讲国民党不止桃源这样啦 除了大台北之外 几乎国民党地方都是这样 要不然桌村民怎么会出现 大家都很清楚啊 那你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自己还没有警洁喔 为什么呢 因为民党已经执政现在六年 那六年的话他甚至没有下跌 国民党现在的民调还是很低啊 整个政党的信任度跟满意度 都是这么低的话 主席就要检讨啦 为什么民进党做了我们觉得不好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个声势起来 那估计蔡英文刚刚当写的时候 民进党做得很难 那时候号称台湾最大的政党叫做 讨厌民进党 所以2018年才会显得那么漂亮啊 那你为什么没办法去创造这样的 声量跟趋势 我觉得朱主席自己就要检讨 那你现在桃园的情况很简单啊 你找找定案好不好 就你告诉我 你中意的人是谁 鲁铭格已经表明不鲜了 你现在只能找万美宁跟李逸玲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们 你们三个来做民调 或者你要怎么去协调 请大家讲清楚嘛 你要公开坦荡 为什么呢 因为朱立伦为什么他现在身世这么差 他跟2016年 把红袖柱给换掉的换柱事件 大家都会想起这个事件 那换柱事件大家会认为你有很多黑幕 那你把红袖柱换掉以后 结果最后是你自己参险 你如果是别人参险就算了 你把人家的险将换掉说让我来 这个人家都已经要进入洞 洞房你说新郎你走开 让我来入洞房 你这个太丢人了嘛 所以那一届国民党显得很差 那我觉得说朱立伦你应该有前面之痛 你这次变成要很公开很光明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 其实国民党你看桃园 为什么大家隐隐飞飞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宣布参险 就是罗志强 那其他人到底要不要选 你们不选哦 不选那通通通剔除啊 就这么简单啊 你不暴赢的人怎么可以让你来参险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罗志强宣布参险 其他人一定是被党中央约束说 你们都不要宣布 让我来做协调嘛 免得有出险的伤害嘛 那你这个也请你早早订阅 讲清楚 告诉外面赢你到底要不要选 那你跟罗志强来做民调 或者来做怎么样 那民调也不要前民调 为什么 我上个礼拜在我们节目上讲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民调 民进党介入很深啊 介入非常深 那民进党的民调 他们会拜托国民党来介入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最近的民调都变这样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要必须充分的应用 什么叫地方呢 地方就是 党员嘛 党员的票占多少 过去大家说党员没有代表性 党员没代表性要加入这个党干嘛 所以你党员要有代表性啊 30后50后20都可以 但是你要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方法 党员去投票 那你可以 以现在的 科技或技术来讲你可以用 通信投票或怎么样都可以 新党已经办了快10年了 我们现在中选会是一直在包批民进党说 不能通信投票会怎么样 全世界没有通信投票的国家都很少 台湾号称 我们是科技大国电子不得了 然后就是我们通信投票不准 所以都是在骗啊 那我讲这个哦 你要认真的看清楚 现在国民党最大问题就是 你越吵的话朱立伦伤害越大 国民党伤害越大 而罗志强会越来越强 为什么因为他在挑战嘛 变成你党中央 党中央变成被挑战了 那挑战大家会同情漏者 那其实党中央是不是强的 不是党中央已经很漏了 还要自己愿意 来让人家踩 然后踩到最后 朱立伦伤2024年 不要讲2024年底 我看他就哦 这桃源要拿回来 现在都有困难了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不再早早定案的话 那你下来会更惨 好我先请教孙大千委员 就是对国民党什么时候要定案啊 而且之前民调不是你也有被纳入吗 其实坦白讲在过去这段时间 刚才这个董哥有提到 党中央已经有针对了 很多现任卸任的政治人物 进行过征询了 那么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以前 黄建廷秘书长也有找我去谈过 那么我大概可以了解 党中央现在的考量的点 就说其实现在桃源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 就如同刚才这个董哥的分析 桃源两难的局面就是因为 各位知道桃源它是一个50%的这个传统选民 跟50%的都会选民 所混合的一个城市 所以你说它完全的都会化吗 跟台北一样 没有 它还是有一定的传统选民的影响力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建议过秘书长 就是不管我们要找谁选 就这个候选人他必须要有能力争取到 50%的传统选民 跟50%的这个新兴选民 这两个都必须要兼顾 你如果只压在一边 这场选战就不用打了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几乎就是 传统选民跟新兴选民一种对立的状态 就是传统的选民有在地的情节 他对于有些特定的政治人物 他认为这个过去没有耕耘 没有这个了解 甚至根本也不认识 那么当然对于新兴选民来讲 他所接受到的是来自于网路上的资讯 所以他对比如像罗志强 他们的认识可能就比传统选民多很多 所以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 桃园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 某种程度分裂的这个对立的状态了 因此党中央如果太早决定 当然就如同董哥讲的 好处是快刀斩乱马 可是缺点就是说 这个最后决定的结果不管是什么 都失去了另外一半 就是说今天如果最后出现的 是地方的政治人物 比如说现任的立委 现任的政治人物之类的人 可是对于支持罗志强的候选人 马上就会面临到董哥刚才讲的一个 我们现在最害怕的问题 就是换柱事件 所有这个换柱事件经历过的人都知道 那所有支持罗志强的这些选民就会说 我不管你推谁 反正你只要是党中央推的 我通通都不投了 这次我就不出来投了 怎么样我就教训你 所以可是如果你今天出来的是罗志强 那整个地方的势力 大家就开始摆烂了 所有的里长议员他们就说 我不要跟他一起挂看板窝 我不要跟他一起选 我自己选我的 然后那就变成罗志强一个人的选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是国民党现在要极力避免的 那据我了解 在上一次秘书长那一波的征询过程当中 我自己可以很坦荡的讲 我是直接告诉秘书长说 我会准备 可是我被动 我不会主动 就真的要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努力的准备 然后来扛起责任 可是如果有比我更好的 那么我愿意服选 比我更好的人选 那但是我知道的 就是说其实他在征学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人是明确的跟他表达 有意愿的 那么也更积极的在做一些布局 所以我觉得对于国民党中央 现在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第一民进党还没有先牌 我们也不知道民进党要推谁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民进党 当然也很困扰 大家现在都是拿陈时中来做 可是到底最后事 可是现在传出民进党 可能不考虑派陈时中了 因为看国民党这样乱 他们觉得派郑运鹏搞不好就会赢 如果派郑运鹏的话 我就立刻跟党中央宣布说 我的意愿很强 因为我一定会赢 所以我最希望就是民进党派郑运鹏 你知道现在整个国民党 所有地方的政治人物都在等 就民进党最好就是派郑运鹏 郑保卿或者是黄世卓 现在那三个人选 他们在地方上很努力 就应该派他们 所以问题就是民进党为什么不敢派 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民调里头 这三个人不具备胜选的实力 所以如果今天民进党派的是郑运鹏 我不啰嗦 我到下节目就打给黄建廷 然后说我现在宣布我要选了 所以坦白讲 就是说对国民党现在的状况就是 国民党认为民进党还没有先牌 这是第一 第二国民党手上有牌 我们是有好多张牌 我们不是没有牌 桃园不是没有人 桃园除了有罗志强之外 桃园还有很多在地的政治人物 这些人都是有经营的 桃园不是没有人 所以国民党现在的问题是 你如何推出一个人 不要造成分裂 如何推出一个人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 所以我觉得现在 如果稍微拖一点 也未尝不好 一方面你给罗志强一点时间 你们地方在地情节的人 批评罗志强说是空降的 不了解桃园 那就让志强走一走桃园 花更多的机会 跟桃园的人接触互动 所以我要在这里拜托 所有支持罗志强的好朋友 在此时此刻也给罗志强一点空间 就是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要有这样的勇气 很令人佩服 可是接下来 他还要有这样的能力去 克服先前这个原本的一些障碍 那这需要时间的 那么第二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让地方的反弹 做逐步的化解 就如果最终推出来的人 不是原本地方预期的人 那也地方让地方的政治人物 能够这个认同能够接受 那么我觉得大家都愿意 任命接受这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 现在最怕的就是 双方都说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了 那么这对国民党来说 那桃园这局就会很难打 所以我觉得我的了解 就是在那一次 我跟党中央沟通的过程当中 某种程度 我认为党中央是希望 用一点点时间 去换出更大的空间 然后能够让这个地方的势力 跟这个星星的选民 能够有一个和解的可能 那如果能够达成 这样的一个共识的话 基本上来说 我认为是桃园最好的结局 那当然国民党之所以 可以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认为 陈时中不敢来 陈时中不敢来 我们也期待 我们也期待郑云鹏来 所以郑云鹏今天讲得很大声 说他要来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我一阵狂喜 我还想说哇 真的是吗 赶快看一下新闻 后来发现并没有确定要提名他 因为我在讲如果提名了郑云鹏的话 我不啰嗦 我真的立刻打电话给党说 马上跟朱立伦主席说 我有强烈的意愿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我们在桃园会稳扎稳打 请大家放心 我知道所有的支持者 大家都很焦虑 可是请各位谅解 因为桃园的传统的这种 选民的生态它是存在的 就哪怕我在桃园经历了20年 我在桃园当了14年的立委了 坦白讲我在桃园选举的时候 还是很多人说你是空降的 你是台北的 你不是我们桃园在地的 所以你要花 我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去改变这样的印象 那你说你现在不给罗志强 一点时间的话 他当然就算国民党提命了他 他也会面临很大的反弹 你等于是把罗志强 送到前线去当炮灰了 那这对罗志强来说 既不公平 这个也实在是非常可惜 这个风波再这样子吵下去的话 其实对国民党的伤害 真的非常大 他有一种所谓的负面的外溢效果 负面的外溢效果会影响到其他的县市 他们就认为说国民党很糟糕 所以这个事情这样吵下去 真的不是一个办法 但是确实是这个风波 看得出来他也是对朱立伦领导力的一个检验 那怎么样能够让风波能够尽速的化解 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 我也觉得中国国民党出手太早 那么也就是说 罗志强才刚刚表达他要参选 马上就告诉他说你太弱 你不能选 对我觉得这个出手 他不能酝酿一下 也就是说让罗志强来经营看看 然后让各方的人 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情势 那罗志强慢慢经营的结果 如果说他民调就如黄建廷说的 他超越其他人20% 那毫无疑问那就是他 那好 那为什么要出手这么早 这就有蹊跷了 那我觉得呢其实不管罗志强也好 不管是朱立伦也好 他们都有藏着掖着 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那你比如说 那我就单讲罗志强来说好了 罗志强呢他有考虑过选台北 他又最后呢又去了高雄 那大家都知道他台北不能选的原因 是因为蒋万安 那他高雄不能选的原因 是因为王金平嘛 说穿了嘛 那所以呢他后来看来 如果以六都来说的话 他当然选择桃园 因为没有一个人正常人 正常人不会去打一个 不会胜的选战 也没有那种虽千万人无王以后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占行 没有这种人啦 正常的来说啦 所以都会去选择一个 相对自己比较有把握的 有胜率 所以最后落足在桃园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这个黄建廷他的 黄建廷的这个 征询的过程当中 就有桃园的明代 直接了跟这个 黄建廷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只干过一届都没有干完的 台北市议员 就要来我们桃园选桃园市市长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喔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呢 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